大家好,我是小翔 如果大家对于吸码流程不太清楚 或是想了解吸码有哪些注意事项 那么建议你点选右上方的惊叹号 就能观看上一集的影片哦 说到手机合约到期时 对于想要留在同一家电信 同时又想获得跟吸码用户相同优惠的人来说 就会利用双吸码的申办过程 来达成目的 不过这样真的值得吗? 这一集要讲的是 究竟双吸码与吸码有哪些差异 以及双吸码前该注意哪些地方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双吸码到底是什么呢? 双吸码又称为假吸码 双NP以及假NP 首先先讲讲吸码 一般是指用户在不更换手机号码的情况下 将门号转移至其他电信业者 双吸码则是指 用户为了留在同一家电信 并享有吸码优惠 而将同个门号转移至新电信业者下的 预付卡或无榜约月租型方案 并等待生效后 再申请吸码回到原电信业者 简单来说 今天我的中华合约到期 将原有门号吸码至 台湾之新大王特王预付卡 或是7.0的140无榜约月租方案 开通后 再立即解约吸回中华电信 并享有吸码身份的优惠 不过双吸码真的好处多多吗? 紧接着要提醒你必须知道的四个注意事项 第一 违约金 无论你是吸码或者双吸码 都必须是在无合约的状态下 才能转移至他家电信业者 若合约未结束 则需要支付违约金 例如中华合约未到期 想吸出 就必须付违约金 若是使用7.0的140无榜约月租 并在开通后 立即吸出 也得额外付300元的违约金 当然这笔费用必须算入支出成本领 第二 手续费 虽然在上一集中有提到吸入的电信业者 基本上会将手续费回馈给你 但并不是所有的电信业者都会这样做 依照吸码程序 每吸出一次 就需要缴交240元的手续费 而双吸码最多必须支付480元 根据不同电信业者 收费方法也会有所差异 第三 双NP罚款 为了避免老客户或通讯行业者 透过双吸码来享有吸码优惠 或是赚取佣金 而纷纷寄出限制条例与罚款 来阻止或是降低双吸码的比例 举例来说 台湾大哥大、远传、台湾自信等 为了防堵通讯行利用双吸码 进行不正当的获利行为 一旦被电信业者查证 不但会没收佣金 还需额外缴交罚款 诺想规避此限制 根据不同电信 得吸出两个月至半年以上的时间 才得以吸回原电信 相比之下 中华电信对于双吸码用户的限制较少 只是重购 几则抵金扣除2500元 也就是少了2500元的优惠 诺想完整获得补贴 只要吸出31天后 吸码回来即可 提醒大家 各家电信业者对于双吸码的限制条件 随时会有所更动 或许有天中华电信 也会向他家业者看情 第四 额外支出 如果你是选择五榜约月租行 来进行双吸码程序 比方说SEVEN的140方案 那么会依照你所调选的月租费 进而支付额外的费用 假设你是将原有号码吸入预付卡 来实行双吸码作业 可能就需要事先花费开通 电信业者对于吸出吸入的规定 越来越严格 想借由双吸码来赚取佣金的通讯行 或是想享有吸码优惠的老客户 真的要好好考虑清楚 特别是想省钱的用户 必须在支出成本与购机补贴之间 好好评量一番 才不至于没省到钱 反而损失大钱 若是不坚持搭在同家电信 转到他家电信何尝不可呢? 假设你经过考虑后 确定要进行双吸码 可别忘记要带的重要证件 在上一集影片中 除了吸码程序的详细解说外 还有提醒你要带哪些证件 赶紧去看看吧! 对于双吸码有任何疑问 或是有错误的部分 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共同互相学习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朋友 记得在底下按个喜欢 还有一定要分享 另外记得订阅频道 以及在脸书粉丝团 按个赞喔!